店员破口大骂 老伯更是脏话连标 两人吵不够 店长也忍不住开呛 手包在新北中和景星街 原来就名73岁汪姓老伯 日前到便利商店 吃了300多元的临时饼干 没付钱就一走了之 19号再度上门 店员发现是他立刻上前质问 有没有吃霸王餐 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眼看店员挡在门口不让离开 老伯恼羞成怒丢纸箱攻击 老伯最后被遗切到 伤害最嫌 移起新北地检侦办 而同样乱丢东西的还有他 台北万华长顺街 穿着蓝色羽衣的妇人 站在路中间 砸了又剪 剪了再砸 来回反复同样动作 甚至把路边杂物 不停往车道扔 害气急车纷纷逆向闪避 我不是很配合 我叫他剪垃圾 不然疑似情绪不稳定 接连做出诡异行径 警方到场后 立刻告诫他收拾干净 最后有清洁队自担告发 终结这场马路闹剧 这位黄明君是关于双北报导